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它的故障 客户的机器买的是港行 刚刚过一年 使用过程中突然出现了成像紫边 然后防抖一响 间歇性报错的问题 这台机器经过我们检测时主板坏了 这个级别的机器主板很贵 更换的成本就需要2000多 我们把所有能省钱的办法都给它用上 也需要大概1000大多 把这台机器修好 它花费了这台机器的费用 应该和当时买个行货应该是差不多了 如果它买的是行货 因为行货是保修两年的 未来一年当中 它不管遇到什么问题 都可以享受到免费保修 但是它买的是港行的 未来一年当中 不管哪里出现问题 它都需要自费去维修 要这么来看呢 还是行货比较划算 说了这么多如果 可惜没有如果 只能自费去修了 所以在这呢建议大家 如果你是自己玩的就无所谓了 航货水货根据自己的实力 新的二手的都可以 如果你是干活用 而且呢用的比较多 造的还比较狠 而且你还要买微单 所以强烈建议大家还是买行货 特别是一种比较贵的机器 越贵咱尽量买行货 因为这种机器不管你修哪都很肉疼 最后给大家提个醒 这不夏天到了吗 天气也比较热 好多朋友在相机上贴了那种 比较严实的贴纸 你看就像这台机器的这样 贴的都比较严实 这种贴纸呢会影响机器的散热 对机器的寿命肯定是不好 所以大家能接就先接了吧 我发现特别是在维修的时候 这个贴纸呢特别不好接 所以大家能接就先接了吧 我发现特别是在维修的时候